國際焦點先帶您看西南航空3923航班 在昨天從古巴起飛要往美國佛州的勞德戴爾堡的時候 它的起飛之後居然被鳥擊因此造成了引擎故障 航空公司跟古巴的民航局就透露了 飛機在降落的時候農煙已經竄入到了機艙當中 因此可以想見 情況是相當的危急 因為當時飛機上一共載有147名乘客以及6名機組人員 飛機在降落之後大家透過逃生滑梯來疏散 還好所有人員都平安 至於公司則是安排了另外一架飛機把旅客送回佛州 而古巴的民航局現在也針對這起事故來展開調查